大家好 歡迎來到B科學 又是講科學 我想問一下 你平時自己也有帶粉晶 綠幽靈那些 黑曜石那些 還有白水晶 很多水晶 那些真的可以往往自己 招財 愛情運各方面 黃晶 又怎樣看呢 其實我覺得少量的OK 因為你始終明白一件事 就是水晶 它都是天然的東西 就算你說不是的 水晶是假的 水晶有很多時候混合 一定是有些混合元素 去製作的時候 就算你說那些 其實中間都是來自一些物質 物質在地球上 如果它是礦物的話 它一定有輻射 它所謂的磁場 其實因為是輻射 我們人體都有輻射 你知道燈光各方面都有輻射 我近你多點 我的輻射都會給你多 這些就構成一個磁場 對不對 那好了 有些人最近運氣不好 哇 買很多 不管那麼多 你有沒有見過別人 戴過很多 戴到很大顆 一直戴 你有沒有去過那些 你喜歡帶水晶 你現在去過那些水晶的店 有沒有進去 有 你有什麼感覺 很壓迫感 你覺得壓迫感 你感受到磁場 對 有壓迫感 好像有很多東西包圍著你 你會覺得 不知道他的家店很小 你不知道 總之好像有很多東西包圍著你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那種磁 其實我們用科學來解釋 就是因為它有磁場 很簡單 如果我現在在你旁邊 擺十部電磁爐 插著它 你看看你睡得好不好 你儘管我們做一個實驗 例如你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青年 喜歡拿著iPhone 手機 放在旁邊 聽歌仔 旁邊有一部音響的 Hifi 前面有一部Pasma電視機 然後就加多很多東西 iPad 很多很多東西 你很多電器的東西 你一定睡得不好 還有你很多金屬 你把床用金屬的 即是鐵 你一定睡得不好 所以最好就是用木床 各方面 還有電話這些 盡量用鬧鐘 電話就盡量不要放在房間裡 因為它是接收的 它也是一個信號的 住屋就更加是 你不要住在那些頂樓 接收器旁邊 你長期這樣收 今天的對身體也不好 說回來 差太遠了 我們說回水晶 水晶 你帶得太多當然不好 你的磁場 因為那種磁場 是令到你有一種磁力 那個磁場 是影響到你的睡眠質素 睡覺什麼 還有你帶得多 磁場不好 其實都會有很多人 反而他 不是忘了自己 還會搞到病 可能你會說 有些店裡賣很多水晶產品 很多時店主已經適應了 或者他本身磁場是夠強的 有些人就很敏感 他可能有少少 擺一兩部電池爐 你可能覺得有點頭暈的 但有些人可能擺十部 他才有反應 所以因為每個人不同 當你們帶水晶的時候 或者擺幾個水晶洞在門口 或者擺不同的方位 這些真的要擺得很小心 不是立暖 我帶十條 這樣 帶著睡覺吧 更好 明白 大家想知道更多資訊 都是在這個網站 HK026.com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